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解综合案例四 综合案例四就是基于一个时标网络计划下 我们的一些索赔问题 那么针对时标网络计划 很显然的就要训练一个进度检查工具 实际进度前锋线的一汇职 二分析和判断 以及基于这个前锋线上的一些投资偏差分析 这是我们在时标网络计划下常见的一些考点 索赔问题变更问题的思路完全同双代号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熟悉一下这个背景资料 某施工单位在开工前编制了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 经相应人员审批后报监理机构 在总监理工程师审批签字后 按此组织施工 因为施工组设计里面有最核心的三要素 叫三个一 一按一表一图 一按就施工方案 一表就进度计划表 一图就现场平面布置图 我们重点用的就它里面的进度计划表 说在施工组设计当中施工进度计划 它是以时标网络图的形式来表示 我们在金讲班给大家说明过 随着现在计算机的普及 其实时标网络计划是我们未来的 就是大量的 尤其是一些大中型项目首选的一种进度计划 因为它既有网络图 时间参数啊 关键线路啊 能找到这种特点 同时呢 它又有横道图 非常直观 横道 所以它把双带号网络和横道图的优点 结合在一起 就时标 以前最早的时候 时标网络计划 它用的范围小是因为那时候都是手绘 所以它只用于局部型的小型的作业 如果大型的 你前面晚了两天或多了两天 你后面全部要重画 但现在有了计算机 有了网络 就是这种 就是你往前提两天 后面拖延两天的整个的那个变化 网络图的变化 很快就能够在系统里面解决 所以现在时标网络图 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很多方向 尤其在一些大的国际工程里面 它能很好地借助这个实际进度前锋线 在某一个时点上进行实时的进度和投资的偏差检查 所以以后可能时标网络图在我们应用当中会越来越普及 当我们现在就讲应试了 对吧 应试来讲 双带号你会了 时标一般都会了 因为双带号比时标要难度要大一点 对吧 它主要是从学习训练的角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标网络进度计划 给出的就是计量单位是月 那么时标网络进度计划 它的特点就是具有双带号网络计划的特点 你看两个节点 代表一项工作名称A 它又非常直观 说它持续时间是多长时间 三个格 三个格就三个月 它给的是计量单位 所以直接能够看到我们整个这个工程 它一共12个月一年干完 那么我们也能很快的识读出这时标网络计划里面的关键线路 而从头到尾没有波折线的线路就是关键线路 那在这个时标网络图里面 一节点二节点 二节点到四节点 四节点到八节点 然后八节点到九节点 九节点到十节点 这条线路就是关键线路 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波折线 那么这几项工作 I H工作 E工作 B工作 A工作 就是关键工作 这是我们能够直接识读出来的 有波折线就表示有自由时差 有G工作 它有一个月的自由时差 这能读出来 那么在第八个月末 这是整个12个月的时标 施工单位对现场实际进度进行的检查 检查结果如下 ABCDF五项工作完成 但E工作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G工作只完成了50% 这是第八个月末的一个检查点的一个基础 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一会儿我们需要会前锋线我们再画 先大概有个了解 就它这个前锋线可以用在某一个时点上 比如你每个月的月末都可以进行检查 然后判断一下有没有偏差 然后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偏差是谁的原因 对吧 以便我们更好地掌握现场的进度情况和投资情况 那么针对检查中所发现的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不符的情况 分析了 那么我们就直接先把他这个时标网络计划里面前锋线 我们就先把它画了 先把检查结果画出来 然后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后面的这个提杆 检查的结果是ABCDF五项工作已经完成 在第八个月就A工作 B工作 C工作 D工作 F全干完了 原来计划是什么呀 你看原来计划是这个 对吧 这几项都干完了 E干到它全部的三分之二 但实际呢 他说E工作只干了三分之一 就这个完了 但G工作提前了也干了50%一半了 那么检查的结果是这样 E干到这 你看三格它均衡进行干三分之一 落到这 F干完了在这 G呢都干完一半了 一共就两月干了一半在这 那么你看我们的如果把检查点 八月底的这个检查点 我们要把它点起来 你看这个E这检查点F干完了 然后这个在这 首尾呢跟检查点连 那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前锋线 有一部分落在计划线 竖着计划线 有一部分落在左边就表示拖延的 有一部分落在右边就表示提前的 有一部分你看这地方正好跟计划线 跟实际线相等 所以在这个点一检查 有一部分E工作是拖延了一格 G工作是提前了一格 一个月对吧 F工作正好跟计划保持一致 那么他就分析了 说这个E工作为什么晚呢 这个工序E 它的进度偏差是因为建设单位 当时他供应的材料不及时导致的 就这E工作 没有及时到位 那属于业主的责任 对啊 这材料是谁采购谁负责 那么工作计为什么会提前呢 那工作计的进度提前是因为 现场的劳务工作队增加了工作班制的原因 就原来可能是一班制他想干活 现在是两班制 所以干得快了 有地工作员应该在这时候正好完成 他提前完了 既工作都提前了 都要干了 那就说明劳务工作队 还有整个的工作时间正常了 那么施工单位都在规定的时限内 提出了索赔 比如晚的他就要求你顺盈工期 并上报了工期索赔的资料 他有一个关键词就在规定时间内提出 那就说明他在这个有效的时间段 那个提出索赔 考核的不是你的时间点 考核你这索赔成立不成立 所以我们说索赔有几个考虑 一种就是说你是否在规定的时间提出 这是先看 如果只要你没有在规定时间提出 索赔都不成立 默认这事没有影响 对吧 这是要注意 好 那么案例背景比较简洁就到这 那我们下面就根据他的问题 把这几个知识点完成 首先从工期控制的角度 让我们指出本工程区重点控制的工作 它是从工期控制的角度 那当然就是找我们的关键工作 对吧 找关键线路 那这几个我们已经找到了A工作 B工作 E工作 H工作 I工作 这就是关键工作 对吧 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这几项工作是直接影响工期的 第二 让你根据八月底的进度检查情况 把实际进度前锋线把它画出来 画完了以后并说明你这个偏差 对紧后工作及总工期的影响 我们前锋线已经画完了 那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前锋线画完以后 这几项工作 一对你紧后工作的最早开始有没有影响 二对总工期有没有影响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E工作 它跟我们原计划相比 它晚了一格就晚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 因为它是关键工作 E工作 那直接对总工期有影响 而且这一个月的晚 对我H工作 它的紧后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也有影响 它原来是第九个月末开始 那现在开始不了 对推迟一个月 对吧 因为E工作的总时差和自由时差都为零 关键工作 所以这晚的一个月 一对它紧后工作 H工作的最早开始有影响 直接影响一个月 第二对你原计划工期 12个月有影响 直接影响一个月 直接就可能要到第13个月完成 对吧 影响一个月 这是E工作 那么F工作呢 跟原计划一样 没有任何影响 对吧 实际跟计划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 这个G工作 G工作呢 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 对吧 这提前了这一个月 对它紧后工作 I工作的最早开始没有影响 对吧 你看它I工作 它不是受它的制约 它是受H工作的制约 所以它对这个E工作 对 最早开始有影响 但对G工作 这提前了这一个月 对它没有影响 因为它是用最长的时间决定的 第二 G工作 它的总时差 你看 多少啊 一个月吧 因为G工作的自由时差 一个月 加上它紧后工作 总时差 紧后工作是关键工作 总时差为零 所以G工作的总时差 是一个月 对吧 你现在你提前了一个月 第一 你对我的紧后工作没有影响 因为它是受他制约 第二 对我们的工期没有影响 你提前了 但是我们工期是按最长的走 对吧 它是受这个E工作 这一个月的影响 所以这个G工作提前了 只对G工作提前完成有影响 你不用第十个月完成 那你现在第八个月 已经把这干完了 那你第九个月 就可以把后半章干完 对吧 只是对你自己的工作可以提前 对后面和工期都不会有影响 这就是我们对这个 前锋线检查结果的一个分析 那么第三 如果后续的工作 仍按原计划速度进行 就除了这一项检查以外 后面还是该多少天 还是多少天 那么本工程的实际完工工期 是多少个月 那么刚才讲的是13个月 对吧 然后12个月就影响一个月嘛 对吧 13个月 那你重新绘制一下 从第九个月开始 它的早时标网络就按最早开始时间 现在我们干的是干到哪 干到八月底就结束了 对吧 那现在他说从那八月底开始到这 那从第九个月开始应该干哪个呢 最起码E要干这两格 对吧 要干两格 因为你这个没完成 然后这F干完了 但G呢 要干一格 看来 因为从第九个月开始 前面已经干完了 所以G要干一格 H和I还跟原来一样 这两格 这是一格 或者这叫两个月的活 这叫一个月的活 所以你九月份以后 你要体现E的两个月 G的后面的这一个月 以及H的两个月和I的一个月 那我们怎么去画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进度计划的第九个月开始 这时候就九 第九个月 也就是第九个月月粗嘛 第八个月月底 那这时候节点出来的是E工作 还有两个月要干 然后G工作就是一个月要干 看到吗 这是G工作是一格 E工作是两格 然后由E工作是决定工期 E工作干完了就是H工作两格 你看 E工作干完 H工作两格 H工作干完了 爱工作一格 那么最后工期你看 是13个月完成 不是12个月了 对吧 然后你这个G工作呢 整个全都干完了以后 最后进入是爱工作 所以你的G工作 在第九个月的时候 你就把后面这一个月干完 那剩下的这些都是我们说的激动时间 对吧 都是自由时差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自由时差变成了三个月 就不影响其紧后工作最早开始的前提下 它可以有三个月的激动 这个时间 包括它的总时差也是三个月 就不影响你总工期的前提下 我这个G工作有三个月的总时差 因为总时差就等于你的自由时差 加上紧后工作总时差 对吧 那么你以后这几项工作是关键工作 对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狠道图或石标的形式 我们就把这个工期也训练了 那这也是一个训练点 为什么要把这个知识点融进来 就咱们教材里有一个知识点 在考石标的时候 既考了前方线 还考了一个绘制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给它访过来了 就像我们去年的考题 去年的考题 我们不是考了那个 既考了双代号 还考了一个流水施工的横道图 那也是教材里一个考点 那我们也把石标里教材那个考点 有一个绘制石标网络的那个知识点 我们也把它引入 这样让大家能够较全面的掌握 好 那么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分析到这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问题四 针对工序役 让你判断一下 施工单位上报的工期 是否索赔是否成立 然后并说明相对的理由 它是工序役 它要求索赔一个月 为什么呢 它说这个役工作 前面背景资料给了 是因为谁的原因啊 是建设单位材料供应不及时造成的 所以这个月的工期索赔成立 没有问题对吧 好这是我们的问题四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问题五 就一个偏差分析的公式 在我们这一章的应用 我们偏差分析 呃大部分的知识点都在第六章 价款结算的时候 我们用投资偏差分析 用几个值去衡量它的进度偏差 投资偏差 那么也可以投资偏差的知识点 在我们第五章里面也可以用 尤其结合前锋线用 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五个问题 就是假定 说假定这个八月底 该项目的已完工作的实际费用是300万 这个值已经给出了 就实际值是完成了300万 那么该项目购工作的预算费用 就原来的计划的费用 是鉴表呃这个里面的数据 而且每项工作都是均衡进行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你看A工作 它一共有A B C D E F G H R 一共九项工作 每项工作所需要的钱都给了 A工作需要30万 比如说D工作需要30万 H工作需要40万 I工作需要100万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这个石标 对吧 这个石标网络图给的是时间 A工作需要干三个月 那么三个月一共需要花多少钱 30万 原计划是这样 一个月多少呢 一个月就10万呗 对吧 这是我们给出的这个计划费用 那么让你根据八月底的进度检查情况 用偏差分析方法 这个偏差分析方法就是我们在金奖班的时候 第六章学到的投资偏差分析方法 计算一下八月底的进度偏差是多少 费用偏差是多少 我们前面回忆一下 偏差分析方法 尤其是用投资额 或者是你是投资 那就要投资偏差分析 你要是费用 就要费用偏差分析 如果是成本 就叫成本偏差分析 就前开始用了哪个 但思路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里我们提到的是费用 那就叫费用偏差 你要说站在投资的角度 就要投资偏差 就这样 那么要找到这个偏差 我们说先找到三个值 我们前面讲了 这三个值 一个值叫计划值 就计划 你完工作的计划费用 然后一个值跟它对应的叫实际值 就你已完工作的实际费用 就实际的量乘以实际的单价 计划值就计划的量乘以计划单价 计划值 那么中间还有一个什么值呢 叫已完工作的预算费用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或者叫计划费用 都是可以的 或者叫已完工作的预算投资 或计划投资 就实际干的活 按你原计划来讲是多少 对吧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案例来讲 它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时点 去比较哪个时点上的偏差 八月底 那我们就找八月底的计划值 实际值和这三个值 这三个值都有了 比如我们把它编号 一号是计划值 二号是已完工程预算费用 三号是实际值 那我们的进度偏差就什么呢 拿你的已完工程的预算费用 减去你的计划值 对吧 然后费用偏差呢 就拿你的二号的这个值 叫已完工程预算费用 减去你的实际值 就减出来就偏差 偏差大于零的都好事 比如说进度提前了 费用节约了 小于零的都坏事 进度拖延了 或费用超支了 那我们就来看 八月底的 对于这个案例来讲 它的实际值 三百万已经给了 那我们就找出这两个值不就行 计划值和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那我们先来看计划值 计划值就要看这个 第八个月底的计划值 就垂直这条线 第八个月底的计划值 等于谁啊 原计划 原计划按进度来讲 哪个工作干完 A工作干完 B工作干完 你看C也干完 D也干完 F也干完 然后E干多少 E干三共之二的E 这不就是八月底的计划值 所以你就把这几个计划值 你看A工作要干完 B工作要干完计划 C工作也要干完 计划D工作 你看到八月正好也干完 D工作要干完 然后F工作也干完 然后E工作按计划 你看一共计划是三个月 你到这是干完两个月 那就干三分之二的E 这不就计划值吗 那A干完多少钱呢 这不就是我们表格里的内容 A干完是30万 B干完多少钱60万 C干完25万 要E全都干完是150万 你干了三分之二 那就是100万 对吧 就把这些数据把它体现进去 那么这就叫计划值 对吧 好 那么什么叫 以完工作的预算费用呢 以完工作的预算费用 就是前锋线上的值 就按实际的进度 你把计划的哪些干了呢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用加法 按实际的 实际就前锋线这块 实际的我干了哪了 实际的A干完了 B干完了 C也干完了 F也干完了 D也干完了 但E只干了三分之一的E 实际在前锋线检查的时候 然后G呢 干了二分之一的G 这是不是就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就按实际的检查点 检查情况 把你计划的钱 把它加起来 那把A工作干完 B工作干完 C工作干完 对吧 D工作也干完了 然后F工作也干完了 但是呢 在第八个月检查 E实际只干了三分之一的E 但是我G到提前了 你看 加了谁啊 二分之一的G 那对应把这些钱加进去 这道题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计划值正好等于你的 以完工作的预算费用 这两个值是一个值 是因为你少了这一格 都多了这一格 正好这两格数据是一样的 多了一个 少了50万也多50万 你也可以用 以完工作的预算费用 相当于就是你的计划值 那这道 这个以完工作的预算费用 这个还可以用什么思路呢 就我们这个图上的 在计划值的基础上 我们干嘛呀 你实际呢 就是在你原来计划的基础上 差了一个一格的E 一格的E就减去三分之一E 然后多了什么呀 二分之一的G 所以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在计划值的基础上 把这没干的一格减去 把这多干了这一个月 把它加上二分之一 那在我们这三分之一 减去三分之一E 跟二分之一G 正好是减完是一个数 你看三分之一的E是50 150的三分之一是50 二分之一的G 你看 G是一百 二分之一G50 所以加个50减个50 所以这一道题的计划值 跟以完工作的预算费用 它们俩是一个值 它们俩数据是一样 那就说明 它们的进度偏差 等于谁呀 进度偏差就等于零 就用钱去衡量的话 进度没有偏差 就是你原来该完成多少钱的活 现在也干多少活 但是从费用偏差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它是一个负值 你看这三个值求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直接指标 指标是这样 我们刚才算出来的计划工作的预算费用 就计划值是305万 然后以完工作的预算费用 我们算完了也是305万 你看这两个值 就计划值跟这个以完工作预算费用一个值 那么实际值是300万 实际值是300万 有了这三个值我们就找到进度偏差 是你的以完工作预算费用减计划值减出来是零 说明用钱去衡量的话 进度没有偏差 但是用投资的角度 费用钱的费用偏差的角度 我们305万减实际值出来是5万 5万就出来是个正值 正值就表示费用怎么样 是节约 正值是节约 不是超值 这写错了 费用偏差如果是正值的话 那么它就是节约 负值那就是超值 所以这个费用节约了5万块钱 或者投资节约了5万块钱 这就是我们讲的指标 原理完全同我们第六章的投资偏差分析的原理 只是我们把第六章一分的用割第五章 这个思路也要灵活 你看我们去年考的题 包括历史上有 在出这张题的时候 你看它变更价款了你算 其实也是第六章的题 它割的这一张来考 所以同样一个知识点 你只要吃透了就行 工程价款包括综合单价的主价 把第六章可以考 那这张也可以考 综合单价变化了怎么组价 在第三章价款 就是图量价题的时候也可以考 所以我们要求的就是 这个知识点要汇 然后不管它在哪组合 我们都能灵活应用 好 那关于时标网络下的一些综合的案例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到这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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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